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富家小姐私奔的故事 一对温文尔雅的中年夫妇 在台下看得是如痴如醉 他们全然不知此时此刻 他们年仅17岁的女儿 正在上演着 与这出戏一模一样的情节 私奔了 这个17岁的女儿便是蒋唐真 听名字你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和她一起要私奔的男子 我想没有人不知道 她就是国画大师徐悲鸿 当然了 那个时候的徐悲鸿还没有成为大师 而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而已 而蒋唐真呢 介绍一下江苏宜兴人 父亲蒋梅生 是一位满腹经伦的宝学之士 在当地办了一所小学 那么一位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 一位是有才也有貌的有志青年 这两个人凑在一起 那正是郎才女貌啊 这就奇了怪了 如此般配的两个人 怎么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非要选择私奔呢 这就得说到徐悲鸿一段 有些励志的经历了 徐悲鸿1895年生人 和蒋唐真一样也是江苏宜兴人 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 是一名乡间画师 耳濡目染之下 徐悲鸿从小就喜欢画画 还颇有天分 由于家境贫寒呢 九岁起徐悲鸿就跟着父亲上街卖画 四处奔波 日子虽然过得清贫 但还算快乐 直到1911年 让徐悲鸿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父亲竟然做出了一件 这样的事情 什么呀 老爷子硬是让年仅17岁的徐悲鸿啊 娶一位同乡的姑娘 包办婚姻嘛 娶一个毫无感情基础的陌生女子 这让徐悲鸿是怎么都接受不了 他决定啊 逃婚 可是没过多久 徐悲鸿就被父亲抓了回去 强行成亲了 虽说是目以成舟 但是徐悲鸿骨子里边 对这桩婚姻是厌恶的 婚后的他并不安分 他总想着要找机会摆脱这个家庭 没过几年 他就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1914年 徐老爷子一并不起 撒手人寰 年纪轻轻的徐悲鸿呢 被迫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重担 为了赚钱养家 徐悲鸿选择了外出打工 你看我的表情终于可以走了 他的第一站来到了上海 他赚钱的途径呢 也很简单 就是卖话嘛 当时的他对自己的实力挺有信心 想象着来到上海 一切都会十分美好的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刚来上海没多久 他就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话没卖出去一张 工作也没找着 最后呢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身上就只剩了三个铜板 那么每一天只能拿一个铜板 买一个吃饭 结果他真是走投无路了 就想跳黄浦江 就自尽了 就真不想活了 活不下去了 好在是天无绝人之路 那一年 上海哈同花园 苍盛明智大学 正在向社会公开征集 苍结像 徐卫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报了名 可说实话 这可不是一个容易的活 苍结 传说当中是咱们原始的 象形文字的 是咱们中国字的创造者 以前 古代的文人对他十分崇拜 认为他开创了中华文明根基 后来尊他为文祖苍结 但是到底长什么样 没人知道 要凭空画出来 虽说画一个身边的普通人 非常难 但是凭空画出个人像来 还要让大家能够信服 能够接受 也是极其不容易的 后来徐卫红查阅了很多资料 根据史料的记载 苍结是木有双瞳 而且长了四只眼睛 然后在同时打开一下自己的脑洞 发挥一下想象力 就创作了一幅画像去应征 结果如何呢 徐卫红先生来了没有 我就是 坐坐 这张苍结像谁画的 我画的 你这幅画 在应征的九十六幅画稿中 名列榜首 正应了一句话 是金子呀 总会发光 徐卫红创作的话 被苍盛明治大学的教授们一眼相中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徐卫红终于找到了一份像样的工作 待遇呢还挺不错的 在苍盛明治大学担任美术教授 这一下徐卫红算是在上海啊 站稳脚跟了 与此同时巧了 蒋唐真的父亲蒋梅生 被上海一所大学聘请为教授 一家人因为父亲工作变动的关系 也来到了上海 机缘巧合之下 蒋梅生就认识了徐卫红 再加上两人又都是 疑心老乡嘛 关系一下子就亲近了不少 很快 徐卫红就被邀请到蒋家做客了 也就是在那一天 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两位 私奔的男女主人公 蒋唐真与徐卫红第一次见面 事实上 在蒋唐真的自传 《我与卫红》一书中 对于这一次的见面 是这么写的 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 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 秘密的喜悦 从文字当中我们不难意会 蒋小姐对徐卫红 那是腊月里的萝卜 动了心了 那徐卫红对于蒋唐真呢 自然也是有情的 那时候的蒋唐真活泼可爱 有着与众不同的朝夕 深深的吸引了徐卫红 再加上蒋唐真不仅懂诗词 还会作话 两人既有共同的爱好 又有共同话题 时间一长 你说怎么可能不慢慢走近了呢 听到这儿 有观众估计要问了 这么合适的两个人 到后来怎么要私奔呢 是因为之前徐卫红已经结了婚吗 虽说是包办婚姻 徐卫红心里不乐意 但毕竟已经是有婚姻事实了呀 咱们不能破坏别人家庭 是不是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里有个情况要交代一下 徐卫红在老家的妻子 很早就过世了 嫌弃徐卫红曾经有过婚姻史吗 事实上 蒋唐真的父亲很欣赏徐卫红 前头咱们也说了 这个蒋妈妈呀 是个文化人 对于吟诗作画这一块也很有兴趣 巧了 这两块还都是徐卫红的强项吗 只要蒋眉生嘴里念出一首诗 徐卫红总能够随手揭出几句来 来回应或者往下顺 这让蒋眉生有一种找到了知己的感觉呀 后来蒋爸爸甚至还多次念叨到 徐卫红人品才貌难得呀 可以说是一个可造的人才 如果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 蒋爸爸言下之意很明显啊 他一点都不介意徐卫红有过一段婚姻 相反 他一直期盼着徐卫红能够做自己的女婿 可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蒋爸爸要说再有一个女儿才行呢 自己现在这个女儿不行吗 不能嫁给徐卫红吗 原因下节揭晓 今天计划秘密筹备 徐卫红与蒋唐真能否顺利出逃 私奔海外却遭遇现实无情打击 他们之间的感情还能否坚守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青年才俊 徐卫红和富家小姐蒋唐真一见钟情 但是在他们之间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让他们的关系始终无法更进一步 以至于最终只能选择私奔而远走高飞 好长的句子啊 传口气 那么他们的感情道路的绊脚石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早在蒋唐真13岁的时候 他的爸妈就给他和浙江海宁的扎家公子 扎子涵定了亲了 那就金庸他们家亲戚 都是海宁的扎家 这就是当时这对小年轻啊 最大的一个障碍 长辈们对这桩娃娃亲倒是挺满意的 但是蒋唐真在心里边 一万个看不上自己的未婚夫 说一个事啊 当时这个未婚夫叫扎子涵 刚说了啊 在上海上学呢 而且就在蒋爸爸的学校 这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将来毕竟是要结婚的嘛 两个年轻人可以趁现在多走动走动 培养培养感情嘛 可是让蒋爸爸没有想到的是 未来女婿第一次来找自己这个老丈人 竟然是为了考试作弊 扎子涵希望蒋爸爸能够给他提前弄一张考试试卷 好提前准备答案 蒋唐真听到这个事 当场就炸了锅了 什么 要考试题 没想到他这么没出息 你们怎么给我订了这份亲啊 子涵下帽堂堂的正在读大学 各方面都很相配的 你还闹什么 可是人品呢 考试他竟然想作弊 这样的人品 讲的怎么立足 系列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如就带着蒋唐真一块去吧 这个想法是真的大胆 在那个年代 私奔是一件涉及家族名誉的大事 丑事关键是大丑事 一旦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恐怕是很难再回头的 蒋唐真会愿意放下一切 跟自己走吗 很快两个人见着面了 徐卫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既兴奋又带着一丝丝的害怕 他怕的是蒋唐真不答应 可是让徐卫红没有想到的是 蒋唐真一听完立马又答应了 行可以就这样 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让徐卫红是又惊又喜啊 就这样 一个惊天的出逃计划 在这一对小情侣之间 秘密的商议着 徐卫红先是故意通知了所有的朋友 说他呢 即将动身去国外留学 接着又特意和蒋家人做了告别 这就给蒋先生留了个印象 说他已经不在这了 这小子也挺鬼的 这之后 他秘密的住进了 离蒋家不远的一个旅馆里边 等一个时机和蒋唐真会合 在那个时代呢 娱乐方式 精神消费比较少 所以很多人呢 都喜欢去戏园子里听戏 就跟现在就看电影似的 蒋爸蒋妈也不例外 天助徐卫红啊 1917年5月13号的晚上 正好有一个不错的乐剧班子 要在上海首演 徐卫红灵机一动 找一个朋友出面 邀请爱听戏的蒋梅生夫妇 前往听戏去 这样一来 蒋唐真 那就有了宽裕的时间 准备行装了呀 一个人在家的蒋唐真 麻脸的收拾好了包袱 留下了一封诀别信 急匆匆的和徐卫红会合了 等蒋爸蒋妈回家看到信之后 才知道女儿跟徐卫红跑了 这下该如何是好 一方面他们很担心女儿的安危 另外一方面的婚期将近 新娘子跑了 我们怎么跟扎家人交代呀 无奈之下 蒋家人只能谎称 蒋唐真突然暴毙身亡 这一招瞒天过海 让蒋爸蒋妈呢 算是渡过了难关吧 却也把蒋唐真 所有的退路都给堵上了 从此世上再无蒋唐真此人 而另外一边呢 蒋唐真徐卫红这一对小情侣 已经坐上了去日本的轮船 正沉浸在甜蜜的爱情海洋之中 徐卫红还给蒋唐真改了一个名字 碧威 爱情有了 可是面包怎么办 背景离乡 无亲无故 很快这两个年轻人 就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 两人到日本之后 只能窝居在一个小旅馆里边 日子过得异常的清贫 当时的他们 仅仅带着两千块钱 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 让他们很快就花光了所有的钱 就这么一直熬到了1919年 徐卫红从教育部 申请到了一个 到法国公派留学的名额 经济上这才稍微有了一些好转 徐卫红他是一个公匪留学生 公匪留学生就是 每个月当时的北洋政府 北洋军阀的政府 他军阀政府来到法国 就是他给他集 因为后来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北派战争 军阀混战来到 军阀混战一直到7年 他就一直没听过 没听过这个公匪 就是经常听对 几个月半年没记得 其实每个月急他生活要坚固 他就说利用徐卫红一个人的生活费 他可以降比为两个人生活 虽说是有了好转 但是一份钱两个人花 再加上巴黎的高消费 可想而知 徐卫红夫妇俩的生活 肯定是不轻松的 这个日子对我母亲来说 应该说 她是没法过下去的 因为我母亲是个大小姐出生 大家闺秀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从来也没过过一天苦日子 再加上徐卫红整日陶醉在艺术创作之中 两个人相属的时间也少了 蒋碧薇越发觉得自己被冷落了 他在自传小说当中这样感叹道 卑红只爱艺术 不爱我了 这之后 他开始狂热的追逐新潮的服饰 时尚的化妆品 和所谓巴黎人半梦半醒的生活方式 他将他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了 露天巴呀 咖啡馆呀 影剧院呢 洋洋得意的过起了这种 醉生梦死的快乐日子 可是前头咱们也说了 蒋碧薇和徐卫红两个人 仅仅靠着徐卫红一个人的补助过日子 哪里经得住这样的花销呢 更加糟糕的是 由于国内时局的混乱 徐卫红留学的官费不久就停了 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 生活的窘祸 让蒋碧薇的心态彻底崩了 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 对于徐卫红的不满意就越积越多 张道帆 原本是在英国伦敦留学学习美术的一个学生 因为徐卫红的名气便特意找到巴黎来了 一见面他倒不是被徐卫红的花作吸引了 反而是被蒋碧薇的气质和美貌给勾了魂了 张道帆那个时候很有钱 就帮我母亲买衣服 买高跟鞋 买丝袜子 帮他打扮 所以我母亲一下对那个张道帆就好得不得了 那简直就觉得相见很晚 那个时候徐卫红为了让蒋碧薇过上他理想当中的生活 一个人独自来到了南洋卖话筹钱 他全然不知此时蒋碧薇内心的感情天平已经慢慢开始倾斜了 更要命的是没过多久之后 张道帆从伦敦完成了学业 来到巴黎继续深造 跟蒋碧薇的关系那就越走越近了 在蒋碧薇的回忆录当中是曾经这么写的 他在拉丁区的小旅馆里边租了一套房 朋友们热烈欢迎他 吃过晚饭 我们在张道帆的房间里打麻将 一打就是通宵达旦 直到晨光细微 排局结束 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迷迷糊糊的竟然睡着了 等我一觉醒来 发现整个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 房门关着 去静无声 后来我才知道 道帆送走了朋友之后 见我睡着了 他愁出愁出坐立不安 为了避嫌 他悄悄的溜了出去 到卢森堡公园散步 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 这个张道帆简直是个暖男呢 又有钱又大方 还这么暖 这让多年以来备受冷落的蒋碧薇 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蒋碧薇心里边 当然是知道张道帆有意思的 但是他不敢接受 毕竟已经嫁给徐卫红了 可是1926年2月的一天 张道帆递上了一封深情的告白信 里边这么说的 为什么我深爱的一个女子 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气概 向她说我爱你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 我若爱她 将使我和她同陷痛苦 而我总是去想她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信中张道帆一连用了七个为什么 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蒋碧薇强烈的情感 面对这封滚烫的情书 蒋碧薇再也不能无视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了 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我母亲就跟张道帆打得火热 事实上那个时候两个人就已经同去了 那么徐卑红对这一切自然是毫不知情的 没过多久 徐卑红学有所成 决定回国发展 而蒋碧薇呢 纠结在纠结之下 在两个男人之间 还是选择了徐卑红 所以呢 也跟着回来了 怎么说呢 说到这儿 我并不是想特别的谴责蒋碧薇 因为人呢 人性 很多人 或者说大部分人都是脆弱的 经不起生活的折腾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说到这儿得出的教训和这个经验就是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维护好 维系好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生活 努力奋斗 也不要忘了照顾家里边 人嘛 人无完人 有几个是圣人呢 好了 这个徐卑红和蒋碧薇的生活 总算是又回到了正轨吧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人闯进了他们的世界 哎呀 真是跌宕起伏啊 谁啊 这个人就是徐卑红的学生 孙多慈 他出身名门 父亲是北洋军阀孙传方的秘书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 他不仅长得漂亮 在绘画方面又很有天赋 作为老师 徐卑红毫不掩饰对这个学生的喜爱 不仅经常当众表扬他 更是对他重点培养 时间一长 学校里边就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 他们就编排了一些谣言 就到我母亲耳朵里去讲 说我父亲爱上了一个女学生 叫孙多慈什么什么 这样呢 我母亲就说 我父亲也回来 母亲就跟他打吵 打闹 闹得我父亲简正 不是我讲的 每天晚上吵得也没法睡觉 吵得一塌糊涂 实事求是的说 当时徐卑红真没有动这个心思 可是他毫不避讳的行为 却让蒋碧威大为恼火 因为将心比心嘛 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行为 总觉得对方可能也是这样的 1934年8月 徐卑红带孙多慈等人去野外写生 结果呢 有人故意拍下他们俩 单独在一起的照片 蒋碧威大怒 他先是不依不饶的逼着徐卑红 当着他的面写下了辞职信 还撕毁了他的不少画作 后来又气急败坏的 跑到了孙多慈的宿舍 当众警告他 少和徐卑红来往 还给孙多慈的父母写信 让他们好好管教自己的女儿 就这他还觉得不解气 最后竟然做出了一件 极其过分的事情 让徐卑红难以原谅 什么事呢 蒋碧威在那里的族 那个把这个死就毁了 毁了他的前途 他办好了一个 到法会去的一个护照的 给蒋碧威发现 蒋碧威给撕了 那一战子 他的精神生活痛苦得很好 后来我父亲实在觉得 我母亲这个人 实在没有办法游呢 蒋碧威的行为 让徐卑红感到恶然 他没有想到自己 相伴多年的妻子 竟然是一个这样疯狂的人 无休止的争吵 让徐家早已没有温暖可言 曾经为爱私奔的两个人 现在剩下的只有冷漠与怀疑罢了 在这我提一句 这种冷漠与怀疑 或者说蒋碧威的这种 癫狂啊 跟他自己的那一段出轨的行为 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就会想着 别人跟他也是一样的 他呢 既不能接受自己原来那段生活 更不能接受这种事情 在他的丈夫身上发生 反正人性经过那一段 已经扭曲了 是这么一种心态 那么到了1938年7月31号 徐卑红在广西日报上 刊登了一则信息 宣称自己与蒋碧威解除同居关系 28年的婚姻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людям还 wollt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